丙兴集团生产的油品又被发现造假 经历部清查食品GMP认证油品品质 针对14家公司的16条生产线进行查查 发现丙兴旗下的正义食品公司生产的 宝素斋SUPER12标识不实 以名为低油烟 切花橄榄健康油 切花油以及橄榄油成分却都不足三成 经历部次长柳子军说 正义的部分就是我们去查队的时候 我们发现应该是用这个金链棕铝油 来作为基础的油 可是我们发现为什么它领料会跑出大豆油来 跟配方是不一样的 这种东西不是不可以 只是你要用大豆油你就要标示清楚 它的这个切花油跟橄榄油 它的成分不到调后用了30% 厂商也都当场也都承认了我们的检查报告 杜德军指出已经撤销正义公司的GMP认证 并将查厂结果以警卫服部处理后续下架回收事宜 标示布施部分则由地方政府开罚 杜德军强调为了弥补仪器检验不足 正在检讨改善GMP工厂定期集合机制 定期查核的制度是根据国家标准 跟卫生标准来做查核 在调核油的部分有技术上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次特别再回去 每一家厂花两天的时间 去核对它所有的生产报表和流程 这个经验会使得我们未来 在GMP的调核油的制度上 我们会去做考虑做调整 不只根据仪器的检验 必要的时候还要服务 这个管理上的调查 另外经历部也宣布 撤销顶新公司的食品GMP认证 同时生产五目拉面的新林公司 干面条以及拉面 两种生产性的食品GMP认证 也遭到撤销 记者是家会新的报道 你好 谢谢大家